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宇 或许是意识到近来世界各国挺台湾的声浪不断兴起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 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向强权弯腰 也抨击有少数势力打着正义的旗号干涉内政 王毅还以三个坚持来描述中国如何深化与国际间的合作 但这三个坚持却被专家打脸根本与现状不符 专家还直言这些话根本只是大内宣 以及说给那些对中国有幻想的人听的 继续带您看到我们的采访报道 为了呼应习近平日前针对中国入联50周年的谈话 王毅在官媒上发表了文章 除了喊话不对国际霸权低头 更表示中国将会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从冷战末期一直到后冷战时期 这包含胡锦涛过去有解释过 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他看之下好像都在讲理念 可是很重要的地方是 嘴巴说的跟身体做的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觉得王毅这样的说法 根本跟现状不符合 王毅提出的三个坚持除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还包括走改革开放之路 走多边主义之路 被专家打脸话讲得很好听 却与实际做为不符 王毅的三个坚持的第一 请问他和平在哪里 在习近平所谓的共同富裕 基本上就是要遏制市场经济的功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要清洗 甚至去限缩 这个私营企业的发展 所以改革开放 王毅讲的是导双剧吧 第三个他说要搞多边外交 像我看起来 中国的多边外交在只有两种 一种是他单边外交 也就是战狼外交去跟人家战多边外交 那另外一个他的多边是什么意思 我看那个多边就是他一带一路的会员 还有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 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中国好像提供他现代化的建设 公路 港口 那换来的是你的物资 是你的主权 王毅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大概对内做大内宣用的吧 然后对外是讲给对中国有幻想的人听吧 强在六中全会期间向各国畅杀 专家指出中国的这套剧本 至少会延续到明年 而国际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可以预期 就是从六中全会一直到明年 到二十大为止 我相信所有的套路都会同样的发生 国际社会的反应还是简单 问题来讲一定会谴责中国在人权上面的强害 第二个是对私有财产 对民主国家很重要的地方是他尊重私人财产 这是对内部分 但是呢在国际的部分 美中经贸大战还是持续啊 美国所主导的这些呢 多边跟双边的安全机制 这个都一定存在的啊 或是说呢欧洲呢 跟美国之间越来越紧密 导致呢台湾跟欧盟的关系 台湾跟印太国家的关系 跟他紧密嘛 张宇韶分析 在明年二十大之前 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克都不会减少 国际对中国的潜质力道 也会因此逐渐增强 借此展现捍卫区域和平的决心 记者黄信雅采访报道 欧洲议会的正式代表团上周首度来台访问 柏林智库的执行长就分析 欧洲国家与台湾关系升温 其实要感谢中国咄咄逼人的言论 还有军事威胁 让欧洲国家意识到 台海战争不只会使中美对立日益严重 还会影响全球的繁荣跟稳定 因此让越来越多的欧洲决策者认为 自己必须要有所作为 让北京知道 胁迫台湾 它必须要付出更多的风险和成本 以及如果中国持续采取对抗姿态 也只会让更多国家被说服 一起改变对台政策 若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7360我们下期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让我们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